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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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一直买的呀 好 来来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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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才你们听书来的哈 接眼 刚老很少 说书哈 今天头一次表现得非常好 他说给你们说一三下五一啊 好像没怎么提这个 这个 我亲兄的这是 因为从西河大叔这门来说呢 高峰啊 余老师 余谦 师兄弟 扇子 手绢醒目 不非是个小道具 好与坏 好与坏呢 其实说句良心话 并不妨碍不愿 这就跟餐块板的道理是一样的 这演员一上场打这板打出花来了 也不值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不是杂技演员 啊 这个板啊占百分之五 嘴里边呢占百分之九十五啊 这个板打的珊瑚海哨的连番跟头呢 再折腾啊 他也无非是个辅助 他还是这几样东西用好了呢 不容易啊 比如今天这三样东西呢 还是高老师贡献了两样 这手绢是高老师的 醒目也是高老师的 啊 扇的是我的啊 扇钱就执在这上 那 所以说这说书啊 不是每人都能说的 为什么呢 那么说 先生往这一坐 爱的是什么 啊 因为观众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听故事 有的呢是听闲门 故事他不听 他比你还熟了 他听的是 你说的世态人情啊 这类的东西 还有的呢是看演员 啊 还有的是搭茬 反正是 沾这么几件啊 大心起咱就算是开输了 刚才您也看了 赵云霞也说了 高峰老师也说了 啊 这个我今天 给大伙说了 刚才说了 一半 其实说句良心的话 水火啊 就这个书啊 不好说 为什么不好说呢 声书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啊 你这听大鼓 听唱戏 你得听这个会 你别看苏三起街啊 都跟着唱 观众呢他也会 他坐台里跟你一块拍一块唱 他心里高兴 一段新词反而黄48句 唱三句他就烦了 啊 他得听熟的 唯独 听书 他听声的 他跟着你故事走 这怎么回事啊 啊 为什么后来又怎么样 你能扣住他 但是像水浒传这类书就很难扣 啊 电视剧您也看过 小说您也瞧过 故事情节您都知道 那怎么才能够让您坐这听呢 演员就得得琢磨琢磨了 啊 这个每一位 表演的方法风格他不一样 那比如刚才高峰老师 他的风格他走了啊 走了就算了吧 但是呢 我觉得高峰老师正经的老这么说书 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角 因为你们看他说相声啊 我们就是有一行话 有一种节目叫平根类的节目啊 梦中昏啊 财迷回家了 就这类节目 长于叙述 高佬说这说的跟真的是一样 啊 所以说他说书也是没问题的 啊 我可能未必能天天在这儿啊 各位呢也多捧 终归我们还都很年轻 现如今能找这么个听书的地儿 也不容易啊 没有别的 我替我们后台的孩子们 先谢谢各位啊 常来 大燕打十四海飘为儿孙累下窝巢 中招打十几千遭为孔儿孙不保 小燕江阳树日必绑扎下灵毛 展翅摇陵往外逃 忘了父母洋育的恩情高 飞在辽框里 荒郊遇见那避暑的黎毛 连皮带骨一起搅好 可叹小燕的残生 丧了 好 说这么几句 净场诗啊 揭眼水浒传 不好说 实话实说 而且呢 还说不完啊 不过你们要是 要是愿意听呢 我就以后尽量多说这个 多可乐啊 说一闹妖就闹鬼了 把你们扣住了 有情可原 水果砖 还让人能坐耳听 这不容易啊 其实来说观众的口味也不一样 有愿意听这个 刨袋书 金刀铁马 有爱听短打 像刚才咱们高老说的这个 他不是短打 他欠打 有的爱听聊斋啊 鬼胡传 有的爱听三言二拍 家不长理不短的 但是逢这种名著 不好说 三国水浒 红楼西游 四部书 除了红楼梦 不适合说书 啊实话实说 当年老先生们也分析过这个 这个书 说不了 他人家愣说也行 啊 因为咱们有时候电台播咱也有 艺术家们来本书跟着念 你爱听不听 我能说啊 三国 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 很多名家都说过 西游记现在说的也少了 过去西游记北京都是 有卖糖的啊 各种各样的 再说这个卖沉香佛手饼 说一段之后拿出糖来 各位 买点 买点糖咱们接着说啊 所以说一直到解放后 据说就是北京宣武说唱团 有这么一位老师说西游记 其他人都没有说了 水浒呢 说的也不多 关键就是说精彩的不容易啊 我们也是摸索着来 上文书咱们讲到宋江宋三爷要在寻阳楼 请客吃饭 因为这一段时间在九江 接交了很多朋友啊 你说戴宗 李逵 包括浪里白条 张顺 都认识了啊 就是个你请 明儿个我请 三爷说也该我一回了 在哪呢 寻阳楼 靠着江边 风景秀丽 啊 饭菜可口 而且呢 这个卖的江仙特别的好 江仙江里捞上来的这个水产品 尤其这儿的食鱼特别的好 食鱼出水就亡 这东西运到别处运不了 而且最讲究的就应该吃活水炖的清蒸的 还得是姜水啊 这东西出水就亡怎么办呢 就得在江边上 这打上来拿这姜水来清蒸是最好的食鱼啊 所以说的生意非常的棒 宋三爷跟这儿定好了 我们今天吃一全本 什么叫全本呢 咱们介绍啊 这一天三顿饭牛打 清晨起来 早中晚我们跟这儿啊 就在你们这儿吃一天 说的挺好 天不亮起来可就到这儿了 伙计们殷勤事奉 开始呢给沏了壶茶等着吧 还不来 来了那么两盘点心 先垫不垫不老喝茶受不了 肚子里没东西 寡的哼啊 喝了茶吃了点心 这天可就快中午了 还没来 我说这样吧 我们这个菜啊 都给您配好的料理啊 先给您炒出来 有几个大菜等着等他们来再说 什么凉菜啊 眼皮条的先给您弄着 您自己啊 先喝着 宫如大 菜酒都来了 三爷坐在这儿是自针自饮 思念朋友 想念家乡有道士 寡酒难饮啊 人这喝酒啊 其实是在情绪 啊 我当年也喝过酒 二叔出头那会儿啊 净喝酒 喝不多 一顿喝个二斤啊 我说的是白的啊 白的啊 白的啊 你们要带这儿快换高峰了啊 啊 所以说那会儿也喝酒 喝酒其实是在情绪 三五知己 哥们兄弟碰里一块儿了 说着话 聊着天儿 天底最开心的事都想起来了 所以那会儿酒喝的多啊 连着喝着 再出着汗 再跑着厕所 这酒就没数 就怕一日跟着 平时有朋友聊天也说过 哎 在家里边一瓶啤酒 有过这样的人 这就是寡酒难饮 宋三爷就是如此 开始呢挺开心 朋友们对我不错 喝来喝去呢 酒入愁肠愁更愁 就想家了 哎 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人 我这是惹了多的祸 次配江州 家里边还有老父亲 还一家人家 我这算哪一道啊 心里就别扭 越琢磨越变了 越变了越喝 越喝 可就越醉 到最后这脑子是一阵明白 一阵糊涂 伙计不赖 三爷 我扶您上雅尖歇会去吧 啊 这几个菜有了端去 给您再热热 有的呢扣上碗 等一会儿别凉了 三爷说行 因为这会儿 确实觉着脑子不太明白 掺着他往旁边走 这儿推门出去 有一个雅尖 整是这酒楼拔了脚 一推个窗户外边就是寻羊浆 屋里边呢 有点这个 啊桌子呀 凳子呀 暗条啊 包括墙上 挂着一些个名人字画 这儿摆一个百宝格 放了一些个瓷器 尽量呢 还让人看着有点品味 尤其是东山墙雪白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呢 哎 早先哪 有些人来了 喝完了酒 说聊口天说个事吧 就到雅尖说事 那有这个文化人 愿意写这儿什么东西呢 早先墙上人挂着字画 字画这个东西就是 有人说了我也跟上面提一块吧 找那空白的地儿给人写 好多字画都糟了 后来掌柜就出一主意 就在墙上写 三天刷一回姜 啊 你写你的 一写刮刮刮 写都满了 满了之后你走你的 刷姜啊 一晚上刮出膩子来明儿还能写 所以单有这么一面东山墙 是留给这些个文人默客们提诗用 就把三爷送的这屋来 这儿有一凳子做好了 茶杯端过来 三爷 您喝着茶 我们上外边伺候着 哎哎哎 喝了口茶站起来 站在窗户这儿 瓶窗远眺 看了看 心里边越发不吃滋味了 啊 你要说这儿忙忙活活搞些人没事 人一静下来 确实心里边想的事就多 回过头来自己劝自己 哎三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瞧瞧瞧这些名人字画啊 这边瞧瞧一瞧啊 酱活 什么叫酱活 就是买的 而且来说不是说书画家 画家 多么用心的 就是成批的出品 梅兰朱菊啊 就这类东西 看了看和一般 看看东山墙 啊 已经有人写了一半了 啊 啊 一瞧这上面写着 嗯 这是 开封打才子王二到此一游 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姐姐这写着啊 京都说书人高峰一游 哈哈哈 画画的 画条鱼 画个螃蟹画个皮皮虾 画什么都 啊 三爷瞧瞧这没意思这个啊 心说我也写吧 人说这愤怒出诗人啊 有的是闲着也出诗人啊 啊 华计 去 笔墨前来 啊 要文房四宝 有打外边小伙子可就端进来了 啊 怎么呢 有欲呗 啊 怎么着三爷 您由此雅兴 嗯 放在这里 哎 说您的啊 您就往那墙上写 没事 写多少都行啊 写多少 后天 后天我们就 三天吧 啊 我就出去了啊 宋三爷 言得了墨 填薄了笔 笔尖有根杂毛 把这揪了去 唉 看这墙写什么呢 自幼曾公经史 长成义有权谋 恰似蒙虎我荒丘 潜伏爪仁寿 不幸此闻双家 哪看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报冤仇 血染巡洋江口 写了这么一首 西江乐 6676 写完自己看 嗯 不错 再来 上了银了 就在旁边 又写了一首七诀 心在山东 身在吾 我的心在山东 我的身子呢 在九江这儿属于吾地 身在吾 这儿写 飘捧江海 漫皆虚 四海流荡 我自个儿一天到晚的哀声叹气 他年若随陵云志敢 皇朝不丈夫 倒霉倒霉 后面两句话上了 他年若随陵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 残唐古代 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叫皇朝 杀人八百里 过去不有这么一个神话传说吗 说这个穆连舅母的时候打破了地狱 放走了多少万这个鬼都跑出去了 说这不行啊 得往回收啊 收怎么收啊 地藏王坐下的这个地厅 那个怪兽 让他转世投胎 投胎为皇朝 长得很丑了 你想地厅瘦吗 是吧 说生的这个人呢 这个脸呢黄不经的大眼珠子 而且呢 这个嘴特别的大 这牙是四层 啊 长得挺丑 开刀啊 先在香梅寺杀了一个和尚 啊 说为什么在香梅寺杀人呢 这个他把这兵啊囤在这儿了 晚上啊 这老和尚啊 老觉得这大殿里边灯油就短了 这家伙这灯油灯油怎么没有呢 晚上等着吧 一等着来小鬼偷灯油 一把安住了 你是阴曹地府的鬼 为什么偷灯油 小鬼说没有办法 爷爷那忙着了 我们连夜加班 赶写生死簿 皇朝造反 要杀人八百里 生死簿不够使的 所以我们偷灯油 和尚说 那这样的话 开刀杀人 你偷我们油了 你告诉我们都杀谁 有我们是没有 小鬼一说没别的 头一个就是你 啊 一琢磨啊 皇朝屯兵在我这 我求皇朝去 说这个跟您说点事 什么事 说您要造反啊 您能不能不杀我 皇朝说 谁说杀你了 你们管了 人都说您开刀先杀我 皇朝说 那你藏起来吧 我是哪天哪天要开刀 打那天造反 你躲起来吧 行 和尚说上哪躲呢 躲来躲去 庙门口一大树 树心是空的 他藏在树心里边了 皇朝拎着刀 心说我别杀人了 我把树砍了吧 砍 一刀下去 哎 树里边出了一和尚脑袋 啊 皇朝叹了口气 这叫在树难逃 当然起来老句老话 说这事躲不过去 在树难逃 不是这个你在树字 是大树的树 在树 在树里边也难逃 是这么个意思 皇朝杀人巴比里 那是反叛 来这些个造反的起义军呢 不残暴的少啊 比较代表性的像皇朝 比如李自成 比如同时在大西方张献中 杀人残暴至极啊 当然那个 具体的事儿 咱也不能说的太细致啊 像李自成啊 张献中啊 杀人如麻啊 老百姓倒霉倒霉他们身上 他们所带来的损失 比明朝政府带来的还要厉害啊 包括像张献中 我们都说农民起义军 但张献中起义 他的目的就是杀人 他没有说我要说把大明推倒 他没有 他今天把这儿到了一个城市 夸都杀干净 他走了 上别处去了 哪有人杀呢 杀人是乐趣 他兵进成都的时候 他打成都走 成都还剩二十件人家 啊 他就是以杀人为乐趣 营里边他感冒了 张献中对天启示 如果感冒好的话 我给老天爷点这么两炷香 朝天香 好极了 过两天感冒好了 朝天香啊 跟着屋这么大大铁盘子 弄两个铁盘子 外边找女的来 是裹完脚子 蝉足的小脚砍下来 俩盘子堆满了 是吧 这是给老天爷上的贡 张献中啊 他没有别带啊 就是杀人啊 这个到各地区也是如此 这个到四川啊 说那个你们谁能够写一个 一百尺步的一个帅字 写完我就饶了谁 成都所有念书人 写不了写不了都杀 最后剩一个我能写啊 拿这个稻草捆了大肝子上 最后费了很大气写出来了 张献中很开心 能人呐 这个能人不能留 杀 杀人如马 李自成 张献中 黄朝都是杀人如马 啊 当然这个这个点评不在咱们节目范畴之内 咱们就不多提了啊 那么说这个话 在当时统治阶级来看 黄朝造反军 你能这么说 你很希望像他似的 有一天我了不起了 我能把巡洋江水都染红了 这就明明是犯事 啊 他当时这么一写 图一开心 底下写上了 运程送匠 这写完了 把笔扔到这 转身又出来 想看看这哥几个来不来 活着来了 三爷赶紧走吧 鲍鱼来了 您瞧吗 云才上来了啊 您赶紧 今天不会来 不行我不能走啊 我约了朋友 我要是走 您您都待一上午了 啊 他们如果来的话 我给您作证 就说他们施约 您没有 哎呦我谢谢您 那您赶紧吧 一会儿的那什么雨来了都得湿了啊 您离着近 哎哎哎 这说完了 归着东西卖步下楼赶紧往回跑 也是真巧 前脚进了管一站 后边这雨就下来了 就这样身上后片还都湿了 进屋换了医生 这帮扛着凳子这哥几个都过来了 三爷三爷坐我这些会坐这些会 别坐了 有人说你瞧他这样啊 为什么呢 吐了 喝太多 吐里满地都是 有人给归着 有人扶着他 擦了把脸扶到床上 睡觉 咱们不提 回过头来 咱们单说寻阳楼 寻阳楼这儿摘幌子 赶紧这就准备东西往屋里拿下雨了 大暴雨啊 可是捅着往下倒啊 有打寻阳楼的楼下 来了这么一乘小叫 四个教夫带着一管子 抬着一乘叫 叫里边坐着一个人三十六七岁的年纪 刀条子脸 秃眉眉小眼睛 微微的有点胡子茬 嘴皮子特别的薄 坐在这儿 哎 这轿子怎么露啊 怎么呢 轿子上面有一阵啊 开口了 有几滴雨水滴的脖梗子 哎 这叫怎么露啊 轿子外边 才叫这哥四个家 管家淋的啊 跟落汤鸡似的 啊 他不管 他这有一滴的水 他不干了 到哪了 跟爷回 咱们到了寻阳楼 好极了 寻阳楼 咱们吃点点去 大事儿 这儿停下来 有人掺着他 往楼里面让 一进巡员楼 掌柜的呀 眼泪都快下来了 怎么 他又来了 这人姓黄 叫黄文炳 家住在哪儿 对江 吴威军 他是此地的一个通畔 也算是有功名的人 他的老 蔡青 啊 蔡青的学生 这种有个外号 叫飞天烙鸡 烙鸡 各位都知道哈 现在都店的过去 都烧的那个 运衣服的 鸽子炉子里烧红了 飞天烙鸡 带翅板的 啊 这一飞 不定烙谁身上 飞天烙鸡 还有个外号叫黄蜂刺 逮谁扎谁呀 奇坏无比 而且有知识 有学问 有思想有闹 帽子 这个人要学好 国家动良之才 这个人要学坏 得害都是人啊 啊 是这么一周 那为什么说 他一进徐阳楼掌柜的害怕 害 他去年呢 有时竟上这来 吃饭来 因为什么呢 早先 九江之府 蔡德璋没上任的时候 他来的少 九江之府 蔡德璋跟他算是师兄弟 那因为 蔡德璋的父亲 蔡京啊是黄文炳的师父老师 所以说师兄弟他经常得过来 而且 蔡德璋年轻二十来岁 就拿他当自己的亲哥们 有时候出不主意 师兄 这个是怎么办 他所以经常得来 有时候来的早 有时候来的晚 赶不上饭口了呢 就巡洋楼吃饭 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吃饭也结账 三五回之后 这小的一琢磨 不能结账 吃饭结账 这还有道理吗 那 跟掌柜就说 你认识我吗 掌柜就说认识黄二老爷 黄二老爷 他有一哥哥 哥俩 他哥哥是此地有名的大善人 外号叫黄活佛 一母所生哥俩一天一地 这俩人天壤之别 哥哥这么好 兄弟这么坏 说认识您是黄二爷 我是见天得来 你也知道 我的老文师 蔡经老丞相 九江之府蔡之府 是我的兄弟 我是经常要过将来办事 每次来呢 就在你们这吃饭 咱们这样也别每天这么结了 咱们留一个账单 好吧 咱们一节一算 过去说按节算五月节 八月节春节 咱们一节算一次 掌柜这挺高兴 可以啊 可以 因为有这样 就留下这么个账单 每天这吃 都差不多快到五月节了 五月端午嘛 快到五月节了 四月底 这又碰进了 吃着饭 掌柜人呢 把账单拿出来 二老爷 到一节了这就 你看哪天您要方便呢 您把饭钱赏给我们 他急了 咱当初怎么说呢 说二爷 咱不说那个一节一算账 对啊 头一节到哪里啊 五月五 今天呢 四月底混账 五月五到四月底 还差的好几天呢 我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我老恩师 菜经老丞相 啊 威君通判 是你二老爷我 我还能差你这点换钱吗 烟将此货 大撩你这个奴才 二爷您别生气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也是嘴欠 我没别的 哼 罚你八月节再说 你能说什么呀 八月节八月节吧 到八月节八月十五 掌柜都没敢说话 二爷 八月节到了 是啊 我昨天在家等你一天 八月十五中秋佳节 我背下了瓜盘国品 我等着你上家去 钱也准备好了 八月节你不去啊 我不指望你给我买东西啊 你躲着我 你这是瞧不起我呀 春节再说 掌柜也没辙 你这怎么弄啊 春节就春节吧 一晃到春节 大年二十八 买的东西 买东西 年下来不能空手上人家去啊 你别看他欠钱 你还得看他去 买的东西到家里去啊 大门口一说 这个二老爷说了啊 在后院花厅那儿 哎我去吧 让他进来到花厅 一望两望没人 正着急呢 二老爷哪儿去了 苍郎郎一帮同桌声音 家农院工出来了 啊 妈肩头拢二被给捆上了 闹贼了啊 咱里边请二老爷 咱背贼 谁啊 跟真的似的 这是谁 二老爷我看见来了 看见我市面来要账 好大胆的奴才 啊 你竟然敢 何也之间夜入我府 你真是岂有此理 查点东西吧 啊 好这查点行了 都什么了 金万两银万两 啊 金马鞠子不是挖了梦 活的 掌柜子这怎么办 掌柜子说那什么 你那三节这账咱们就免了 啊那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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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可以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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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讹你摆明了讹你 你怎么着吧 所以在那出来之后咬牙切齿掌柜子恨他 今天一看他来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惹不起满脸兑换二老爷您来了啊 我知道哈哈哈哈哈哈 掌柜子你都想我了吧啊 掌柜子气的我都弄死你心都有啊 快请进来吧 让在了楼上望着一坐 二老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闲着 哎呀下雨了吗 这不是吗 福台大人请我过福一世 行走至此天将暴雨 故此到你这里来备雨 哦是是是 来呀那什么伙计赶紧七茶 给二老爷七茶 伙计把插起来摆好了啊 黄文饼看看左右 管家你带着饭了吗 话说了多孙子 这个身份人出门有带饭的吗 带着饭了吗 管家就明白了没有 没带饭 您您饿了啊 饿得都不行了啊 这个赶紧打发人回家去拿饭去啊 管家瞧瞧 二爷您瞧瞧您说的 以您这个身份 您到这个地来 掌柜能让您回家吃饭去吗 是不是啊 掌柜的准备吧 啊是是 准备准备准备 你什么二老爷您看您吃点什么 嗨 长年在你们这吃啊 你看着安排吧啊 嗯你懂事你懂事 哎哎我我我懂事 准备吧 上等酒席一桌 啊 嗯 好了一大桌子 八个凉的八个热的 还有四个饭菜 加上烧黄二酒都摆齐了啊 吃吧 你别看黄文饼吃不了多少东西 啊 胃口小 一样尖了点 到最后呢 一口小碗米饭 好歹吃了点菜 就算饱了 把筷子一撂 回过头了一瞧四个教夫 先让他这管家跟那站直烟错了啊 这瞪眼 这这都会账啊 啊 难道说你们就不饿吗 啊 这吴儿 饿啊 这是到了这个地方还用人家让吗啊 拿最大的碗厨房自己撑饭去 要了亲命啊 管家还差这四个抬轿的 那正是棒小伙子 头号的大碗杠筋的米饭 端着玩 吃吃吃饭了 吃米饭了 混账 不就菜吗 他没吃多少 站起来一弄嘴 他往旁边闪 这哥我坐在这 甩个腮帮子 撩个后槽牙 饭菜如长江流水似 风卷残云 这痛吃啊 掌柜的看着真心疼 可你能说什么呀 认倒霉让他吃吧 他自己也知道我坐在这 这哥几个啊 不好意思 多少有些拘束 站起身来一室 转身奔着哑尖 他要不去也没事 倒霉就倒霉这顿饭上 这一推门 一提鼻子呀 还挺舒服 为什么呢 这开着窗户呢 江峰进来 嗯 撩跑口就过来了 哈哈哈哈 啊 很好啊 很雅致很雅致啊 这看看那看看 看看呦 东山墙还有人提字 啊 一瞧开封大才子王二到此一遥 哈哈哈哈 进度说书用高峰啊 画着皮皮虾画什么啊 啊 带鱼 这什么事都是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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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回头 就瞧见宋三爷这首西江乐了 啊 墨迹未干 看出来刚写的时间不长 那呦 存公经史 长成义有全摩 大小念书 长大了呢 有点脑子 恰似蒙虎 我荒秋 嗯 这人够狂的呀 哼 不幸此文双甲 哪堪配在江州 哦 这是个配具 哦 就在此地 他年若得报冤愁 血染寻疆江口 吃脚 好厉害啊 哈哈哈哈 喝多了这是 哈哈哈哈 又一回头 这儿还写着七诀呢 啊 身在山洞 身在屋 风似海 满尽血 啊 心里不舒坦 怕你若随 云至敢笑皇朝 不丈夫 小皇朝不丈夫 哈哈 这诗写的可有毛病 嗯 我就把这首诗啊 抄下来 我拿他呀 讹着巡洋楼子掌柜 列位 到此时此刻 他并没想害宋江 他只想这诗写完了 我抄下来 瞎唬饭馆掌柜的 以后我给你这白石牌喝 我再让你花钱 他是这个目的 那此时此刻 是这个想法 小二 拿笔拿指 拿着笔拿指进来 二老爷 您好 总管了 你们好大的胆 刷刷点点 写完叠好了 揣在怀里面 我可告诉你们 看见了吗 这两首诗乃是反诗 你们掌柜的可够瞧的 啊 这个事儿 我琢磨琢磨 你们也琢磨琢磨 看看咱们怎么更了法 说这话出来了 一小半 被连教父带馆去吃完饭 咱们走 雨这会儿啊 也小了 出来之后上轿子走了 屋里边掌柜的眼泪可止不住了 完了 这买买干不了了 怎么呢 人家说这是反诗 你说我招谁惹谁了 嗯 我一个做生意的人 这可怎么好啊 殿小二乐 掌柜的 难为您是做生意的人 您应该八面零楼 这个事儿不叫事儿 怎么就不叫事儿啊 人家都说了 咱们这反诗 这官兵一来 哪有官兵啊 跟那有什么关系 不是写着反诗 他走的时候跟您怎么说的 这个事儿让您好好地再琢磨琢磨 他也琢磨琢磨 看看这事儿怎么个了 这我就告诉您了 您花点钱就得了嘛 啊 是这个意思 你叫您 您是战事者迷啊 啊 没别的 我就把他追回来 追回来您琢磨一个数 打算给他多少钱 啊 来了一说 给点钱就拉倒了 哎 行 那你快点 伙计脉不就出来了 啊 奔哪儿 奔九江府的衙门去追黄文炳 跑得真快 登登登登登 到衙门口 没追着 只能回来了 那么说为什么没追着呢 黄文炳没到九江府 他去了德化县 这个九江府这咱们举个例子啊 它是九江之府的办公所在 但德化县也在这就好比说咱们到石家庄 他既是河北省的省政府 他也是石家庄市政府 是这么一个地方啊 所以说他来 他是没先到府衙 先去的县衙 走错了 如果说伙计能够追上他 后边一天云他在 什么事都没有 就差了一步 天下的事往往都是一步之差 没追上 那么说黄文炳到德化县做什么 有一笔生意 德化县下边啊 有一个大王乡 大王乡 两家大材柱 两家材柱 这一块地 这一块地 正当中有这么一笔 就这笔 这死的要饭花子 啊 帝宝们一说说这是要饭的 饿死在这了 按说这一验尸就完了 黄文炳之了说这不行 两家都是有钱人 凭什么这官司就这么简单 找到德化县的支县 你听我的 这事弄好了 咱们都有钱赚 你想啊千列为做官位吃穿 那不为了说挣钱谁出来 德化县说好 我听你的 两人在这里边开始插圈做套 吓唬这两边的财主 啊这人是你害死的 这人是你害死的 你得出钱 你得出钱 所以这么一个买卖 他今天来是到德化县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说伙计没追上 有打德化县出来 他这才敢奔九江衙门 啊 来到这门口 站着一个贴身的二爷 伺候蔡德章的 瞧见他挺高兴 二老爷 我正要过江请您呢 哦 搞我什么事您快来吧 老太师有打惊中来了一封书信啊 我家大人请您过府一室 让我跑一趟 您来了 您这是疼客啊 哈哈哈哈 偷无钱带路 有打大门吓了叫 一直往里边走 走到后边书房 九江之府 蔡德章跟着正等着呢 二十九岁很年轻 能做的这个身份 就说明是朝里有人好做官呢 这会儿呢 嗯 相貌上来说 眉情目秀齿薄唇红 人性来说还年轻 还没学会害人呢 所以凡事都倚仗着黄文饼 跟屋里边拿着自己父亲采经的这封信 一回头 黄文饼进来了 赶紧起身 哈哈 师兄 哎呦 老公祖 老公祖 这是喊知府大人 这是尊称 师兄弟那也不行 身份在这儿 老公祖师兄 快坐快坐快坐 来来来看茶 有人看过茶来 别人都出去书房里就剩下他们弟兄二人 恩 师兄啊 这个家父尤打经中来了一封书信 我让人去请您过服议事 咱们商议此事 哦 好好好 但不知信中可有家务之事 问清楚这里有没有家务事 有家务事 我不能看 想的周到 没有啊 没有没有 全是这个公物 来您瞧瞧吧 双手第一个去黄文饼站起身来 先整了整棺 又抖了抖身上衣服 这才双手接过书信 为什么 第一那是我的老师 第二是朝中的太师 身份在这儿 只是尊敬 接过来仔细观瞧 看这封信 看完了 双手又递回来 点点头 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简单 那蔡经来信 祝福自己的儿子蔡德章 你要小心了 现如今天下大乱 离着那个山东不远那儿啊 据说呀 匪盗横行 九江一带 水贼也很多 水不凉山 现在他们造反 啊 你们一定要留神 听说山东路上不安全 就是祝福他 这个意思 哦 老公祖 师兄 嗯 这个老师的信 我也看完了 恩师的意思让咱们 多上心啊 但是实话实讲啊 这几年来咱们 九江地面还是比较安静啊 不像山东 所以说山东咱也 也没有办法地方啊 自有他的地方官员 是啊 我也是这么说啊 可是我父这个意思是希望咱们有所作为 是是是是是是 哈哈哈哈 就是一句话 老龙正在沙滩困 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 如果说在酒楼上超市的时候 黄文饼考虑的是讹人点钱 那么这会儿已经不一样了 怎么呢 机会来了 啊 有打京城来的机会 我如果说把这两首诗献出来 我就说他要造反 拿出同党来 那个消息传出来 采德张的光彩 我的体面 而且日后 真是闹到京城去 皇上一问老县国一问这个事 是谁的首发 是我 那还了得 家官进路 不在花下 想到这儿铺铛就乐了 采德张没明白 师兄为何发笑 哈哈哈哈哈哈 老龙总 年轻有为啊 啊 29岁做到了五品黄塘 而且目下 师兄您就要展至高升 所以马上啊就要升官了 采德张没明白 何出此言 嗯 是方才 我在 寻阳楼 瞧见了 反尸两首 我想 他幕后必有同伙呀 如若将他等众人 拿问在间 问个清清楚楚 明明勃勃 岂不是 给老太师那儿添了些光彩体面吗 说着话 这信就拿出来了 自己抄的 拿一张白纸两首饰 你看看这个 彩的张贴过来看了看 这个 这就能说是 造反了吗 哈哈 可以 啊 我们可以往那分析 啊 中国来说这个文字欲是很厉害的 同样一句话 我说你是好就是好 我说你不好就是不好 啊 这是没问题 哦 但是有一线 巡洋楼那儿人来人往啊 你说他不管是谁吃完饭 他上船走了 咱哪找去 嗯 要找旁人是不容易 这个太简单 怎么呢 此人就在此地 是 没没没听明白 啊 你看看 他是此地的配君 好明明 聪明 把这事一分析 啊 跟彩的张一说 彩的张也开心 那好奇 那让他们查一查吧 查呗 啊 各地的公文 来的这些个配君 这些个犯人啊 功夫不大查出来 说有 说这人刚来了不到十天 嗯 好好好 彩的张挺高兴 要这么说咱们要提审此人 不错 提审宋江 正说着呢 牛打外边贴身的鱼猴进来了 嗯 大人 那谁带宗回来了 好 唤他进来 带宗啊 那是九江府的知心的人啊 啊 一天不见呢 心里就没抓没脑了 今天宋公文这是刚回来 正说着呢 带宗进来了 见过大人 一回头 哎呦 二老爷也来了 啊来了 辛苦了辛苦了 啊 应该的啊 为国尽忠和言辛苦二字 大人 一切公文手续我都办完了 好好好 哎呀 你真是我的左膀右背啊 现如今有这么一个事啊 你赶快的安排人到管义站去提调人犯 是 提调谁啊 有打山东来的一个配军 他叫宋江 宋公明 啊 就是一句话 大爷这心都倒了嗓子点了 今儿为什么爽约 就是早晨起来有紧急公文 赶紧去 这极其可可万回赶 万没想到我走一天出了这么大的事 啊 啊 啊 谁 哎 山东来的 宋江 你这刚查完 有 赶快带人去 啊 哦 低下头脑子就乱了 显息而是一片空白啊 黄文饼站起来了 哈哈哈哈 关系重大 老爷的虔诚问题啊 赶快去吧 说了就赶快去吧 戴宗没礼 怎么呢 没听见 脑子想事 出席一 他这儿 去吧 没听见 又找不利便 去啊 还是没礼这茬 九江府 彩德章站起来了 戴宗 别待我 快去 哦哦哦 是 遵命 黄文饼说了两声 戴宗没听见 在黄文饼心里寄了一个歌的 所以到后文书 弯心眼的 要把戴宗害死 就是因为今天这个 他怎么想的 我叫你两声 你都不理我 你们老爷说一句话 你就听 你这眼里边没有我 列位得罪君子 别得罪小人呐 啊 书要检言 有打字儿 冲了之后 戴宗手都凉了 我的好朋友好哥们儿 这一天怎么惹了这么大头 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 下来之后吩咐人去 那个伙计们摘精明的挑二十个 是 不是爷 那个这边儿了 就快黑了 有不在 回家的哪都有 啊 喊他们上家找去 找去 然后城隍庙那集合 我上这等着啊 不是有不在不在找 上哪都找啊 呃 不怕多远多晚 一定找来 什么意思呀 把时间拖一下 其实这衙门里边伙计多了 带谁不行啊 非得要这劲 赶紧去 这安排人去找 他扭回头来 敢奔宋三爷这儿 这一路上啊 心里是火烧火燎了 简断结束 来再聊管义站 一望两望 两边没人 一聊袍子卖不进来了 往里边就走 啊 直接就来再聊 宋三爷睡觉这屋 这一推门 屋里边是酒气扑鼻 三爷还躺着 哎呦 睡得昏天倒地啊 带宋坐在了床檐上 眼泪都快下来了 三哥真有个好何歹 我可对不起你啊 三哥 三哥 别睡了 天大祸 啊 说完这句话 三爷这才迷迷糊糊睁开了眼 哎呀 好久啊 好久 带宋点点头可不好酒呗 嗯 你要喝一般的酒啊 惹不着这么大户 那不是一般的别喝真酒呢 三哥 哎呦 又兄弟你来 哎呀我这赶紧起来 啊 坐在这 我这 啊 啊 你你你你这可爽约了 哎呀哥哥 别提这个了 他天大祸 啊 什么他天大祸 你今天去了寻阳楼了 去了 你你写东西了吗 没有啊 哦 带宗这才长出一口气 那就行了 不是你写的就行了啊 哥哥都吓死我了 哎 是我写的 哈哈哈哈 酒劲没过去 那个 你说 写 墙上 哪都行 我写了 我写了 我可能写了 写两手吧 我看你没来 我我这个字也拿不出手 别说这个了 三爷啊 现如今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嗯 威军队将通判黄文明 过将来一世 无意中发现你的两手是 他觉得这是反式现如今 已经禀报给九江知府 彩的张 奉大人军命我带人一会儿 就要来拿你 哥哥啊哥哥 你要想一两次 三爷这汗就下来了 酒劲全没了 这 兄弟 这 我对不起你了 交朋友人头就好 我对不起你 先别说我如何 兄我给你找事 过后您别说这 当务之急 咱们没有工夫客气了 现如今 您赶紧的走 那赶紧跑 走容易 我问你我走之后 你又当如何 哥哥 我怕什么了啊 我又没家没口的 就一个人 大不了 打板子上夹棍 定走收监 关我个三五年 哎 那哥哥 那哥哥岂不是不人 我不能走 为什么 我走了把我兄弟关起来 那不行 啊 我不能这儿坐 哎呀 哥哥 这不行那不行 难道说你 你真要上堂见九江府吗 见的就见的 好汉做事好汉当 是我写的 我就上 哎呀 哥哥 你上去没命了 啊 你想一想 你久后提了凡事 这是灭门之罪啊 除非说你是个疯子 哥 还有一条道就是你装疯 这事可能行 哎 可以啊 那我就装疯吧 嗯 我就说我疯了 这不就好了吗 我上个堂去跟大人说 我是疯了 以后我不这儿坐就可以了 三哥 那 那就是九江府该封 哦 哎 我也是糊涂 你走你的 你走你的 安排你的人来拿我 你放心 哥哥让你瞧瞧 你看我装疯像不像 啊 你放心 我这个状态 行行 三哥 您要执意不走 只可装疯 没有别的啊 待会儿到了堂上 自有小弟 我从上到下 我给您叮嘱这一切 哥哥 有什么委屈 您冲着我说 咱们想办法 啊行 你走你的 没事没事没事 戴家宗站起来往外走 不能耽误时间太长了 让人知道 转身出去回过头来 三爷坐屋里喊 快来啊 快过来啊 喊谁 对门草房 十九名难友 有大队棍 呼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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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躺着凳子就都来 进门 列位 坐坐坐 没事带着凳子 坐着 三爷什么事 哎 列位 跟你们哥几个美好够啊 啊 现如今 我可能 不行了 别去啊 三爷您这是怎么了 啊 来的这些日子 您竟照顾我们了 您哪能有什么事 您说吧 有什么事我们替您去办啊 别的不管说 九江府这儿啊 我们哥几个一句话全行 您说办谁 三爷看看 九江府你们办谁都行 对 办谁都行 你先把那链子摘了 就这不行 您别玩笑 三爷到底什么事 先入心 九江之府 蔡德章要提我过堂 这事怎么办 哎呦 三爷这个管不上人 因为蔡之府不在我们管辖之下 那您要说门口卖饭的这几个啊 摆摊卖的这么都行啊 您说您用我们干什么吧 弟兄们 我宋江生死就在此一刻 你们众妹如果能帮我的话 那么我就能活下来 如果你们撒手不管 我就死给你们 瞧 别些三爷我们还指着您呢 这些日子要不是交朋友好处呢 每天早上起来三两银子 五两银子给着 大伙吃人家 拿人当好的啊 您说怎么办 没有别的 上个堂去我有个主意 我打算装疯 哼这里有好几位挑大那么多 好好好 好主意啊 三爷您是念书人呐 装疯卖啥自古以来就是好办法 跟您这么说 我们哥仨啊 就是经常装疯 有什么好处这不就逮起来了吗 我们咱原来欠人钱 人家要账去 我们咱装疯结果就都给弄起来了啊 但是我跟您说 这个真有好处 像您说的您这案子小不了 要是装疯卖啥上这堂去 能把大人满哄过去 我们平时说了 九江之府采德章 年纪轻 是个公子哥 所以说满哄他应该没问题 好极的来吧 弟兄们 你们帮一帮我 脱衣说帮一帮 大伙是真不外行 第一 把屋子给弄乱了 你想啊 封着这屋还能那么干净吗 呼 床也掀了 啊 桌椅板弄全催躺去了 打外边抱着几捆稻草来 散着满屋都是 啊 三爷说这像了吗 可以了三爷 差不多 唯独有一点 您这屋太干净 三爷说这太干净 这没有办法 我这好干净 你们管了 谢谢您帮个忙 可是几个 刚才谁要说上厕所来着 好几位 我们要去 你不拦着了吗 来吧 三爷这屋请方便吧 好吧 网上三爷敬请吃饭了 是吧 今天三爷请上厕所啊 就这屋吧 啊 来吧 大伙好 真行啊 吞了裤子 有蹲着有站着的啊 一会儿这屋里面 什么都有 有两位啊 脸上还挂着馅儿 不好意思 三爷对不起啊 我这不知道 我刚才去一趟厕所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您放心 这两天我就您这屋接了啊 弄的满处都是 还要一哥们外边 找根棍子满地扑了啊 连扑子带甩 全都是 三爷瞧着都恶心啊 几位别弄 三爷梦 就得这样啊 待会儿就行 另外您这事医生可不成 咱们得撕了它 把外边的长大衣服撕了 里边这个 咔咔咔 撕完之后 把三爷摁在地上来回了一咕噜 哎呀 三爷说的太脏了 身上什么都我连泥带土 又把头上的发散打开 头发散下来 头发呀 三爷那头发是又黑又亮 这几位啊 赶紧得搓 抓着草 外边弄的土啊 弄一脑都是磨了一脸 都是黑灰 啊 行 这会儿行了 三爷您这模样可像了 最后一关就是您这个嘴里边 你放心 你放心啊 我现在这个状态 我是跟你们说话 待会儿要是上了堂 我我好好的 别好好的呀 上了堂您得得胡闹 我都说什么 您为什么说什么 那您觉得哪个话不挨着 您就说哪个啊 如果说话与话之间要是搭上了 就容易被人看出破绽来 好嘞好嘞好嘞 你们你们帮我盯着这儿 门完了 有打大门口到这四个院子 咱们安排这些个弟兄 只要一进差人就咳嗽 里边这一咳嗽就到了 您就开始耍就行了 行了哥几个我谢谢你们 简断皆说这都安排好了 一切刚准备停当 带送带人就来了 心里边很难过 而且啊犹豫不定 为什么三爷是念书的 你让他装疯他能装成什么样 心里没根啊 说着话就到了门口了 这个伙计们 给跟我进来 往里边一走 一瞧门口站着几位啊 扛着蹲着 宋江在了吗 问着几位 宋江在了吗 宋江又疯了 再终一听 乔大门哥 这是朋友 怎么呢准事商量好了的 说刚疯了 这是假的 又疯了 说明三爷交朋友交到了位子 啊 大爷挺高兴 哦 又疯了 这是第几回来 老爷都第二回来 第二回来 哦 怎么回事呢 他这不今天出去这个喝酒去了吗 喝多了 可能是有谈火啊 勾的人啊 疯了似的啊 回来又骂又卷的也不说什么啊 反正闹得挺邪乎的 我们都不敢进去了 哦 回头看看这二十几个哥们 我说啊 人疯了 也疯了咱们也得瞧去嘛 对啊 疯了也得瞧去 为什么说这个话 是让你们听着好做这个证 卖不往里面走 卖不往里面走 每一道门这儿啊 都有人咳嗽说话 一直来到金里边 啊 离得不远 就是宋三爷这门 但从这腿就发沉 哎 我说 宋江再 哎 宋三爷 啊 一声 大爷眼泪都快下来了 念书人 山东胡宝义 即是与宋江宋公明 天下文明的大朋友 现如今 装疯了 嗷这声 哎 伙计们 进去瞧瞧 是 也您看看 你们先进去 哦 伙计们一拥而上 来到门口 站在门子一提鼻子 哈哈哈哈哈哈 大爷 啊 这 这组 住厕所里边 哈哈哈哈 带松房里边一探头 哎 心里边只咬牙呀 心说呀 这一个是三爷的朋友关系 大伙 给他帮着忙 二一个来说 这么大的一个人物 老子这般下场心难过 嗯 你们去吧 把他好出来吧 哎 哎 你叫宋江宝出来 再瞧宋三爷 望上一甩着头发 脑子上莲草带土啊 露出这张脸的黑层层 这脸上啊 怎么呢 摸着泥 啊 拿手一指 看 儿们 你们赖一聊 啊 带松房旁边躲了躲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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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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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说呀 这人要一学坏 先从伦理人上开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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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成功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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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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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开玩笑,这人疯了,咱们回去吧,你们几个进去,把他抱出来,这黄大褂好强啊 啊,这可不行,那不行,那也得把他带到了工厂,老爷得瞧瞧他,怎么呢,你要跟这说人疯了回去,没用,怎么着也得上回堂,老爷说这只疯子拉倒了吧,那还算结案呢 去,去,去,快去,哎,胡拉超这几位进来都没劲下脚,啊,带工站在门口,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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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是,是,要我们是,那不好抓,滑溜这人啊 哦,宋三爷这痛骂街啊,这一辈子没骂过的街全说出来了,哎呀,这个痛快啊 弄出来之后,把人就举下来了,啊,扛着往外走,这跟着走,走到二门的时候啊,这些个难友都扛着东西瞧着呢,有一位就说了,哎,万幸,万幸三爷这是, 文蜂子,这要是无蜂子,早就咬人了,干嘛,提醒呢,啊,这个蜂子有文有火,蜂子就满街,我得打人,要不拿菜刀满厨剁人家,还有咬人的都有,啊,三爷一听,哎,怎么不早跟我说的, 还有这么多的表演行事呢 这个叫五疯子刚才一同耍 他们可能就不进来 这举起来他是五六个哥们举着他 跟前有一人手脖子正好在他肩膀那 三天一回头 汤就一口 这举手脖子后一声 哎呀我回来回来 嚼着我了 嚼着我了 塞着还闹了 哎呀我要把你们都吃了 我吃了你们哪流血呀 血染熏羊江口啊 再动一条大门哥 三爷真聪明 赏得躺去这话就能圆得上 为什么要血染熏羊江口啊 要吃人 再瞧宋三爷这就开始要全体阻打 张着嘴 得谁咬着谁 大家都心说这个不行 为什么你要一动手 这个哥几个吧 都是练家子 三下五下的 三爷非打坏的 哎呀咧咧咧咧咧咧 安住了安住了 文峰就听了,文峰就听了 那意思是三爷您这戏过了 文峰就听了,三爷见到 排着走,排着走,排着走 排着走,还不能出什么事呢 走呗,简短结束,就来再聊九江关崖 来的里边回禀一说,说这个宋江带到 九江湖点点头,这个人怎么样 跟爷回,他是一个疯子 唉 蔡德章啊,直叹气 你这不胡闹吗 那疯子,疯子写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啊 放着吧,拉倒吧 吃 转身往外走 黄文顶站起来了,慢着 回来 什么时候疯的 恩,我问过 说是以前也疯过,一字糊涂,一字明白 真疯也罢,假疯也罢 怎么着也得见他一面 哪能这样就把他放过去啊 老公子 师兄 生二堂 免得闲人干扰 行 其实蔡德章不愿,公子哥 来疯子,喊去拉倒吧 可是他非得说 林初荆的时候,自己的父亲才已经说过 不懂的事啊,问你哥哥 你要不听他 行吧 那就生二堂 老公子 师兄 生二堂 我在屏风后面 我随时给你写小条 好不好 如果我递出条去 你一定照我说的办 啊,是是是是 来呀,当点生堂 当点生堂 快撞到三班牙役 排班速裂 九江府转 屏风入座 吩咐一声来呀 代宋江 屏风后边 就是黄文兵 啊 大爷这心里咯噔一下子 怎么呢 九江府啊 小孩儿 黄文兵可是真坏 这哪行去 所以说来这下面 哥儿几个车 摁着风江呢 他蹲下来 他 马上到上堂啊 别的招呼卖啥子 啊 说着话 这是一嚎头发 滴滴的声音 九江府好期 屏风后 黄文兵 南极 就这一句话 把三爷害了 代宋是好意 攻堂之上 九江之府 不算什么 屏风后边有个叫黄文兵 他不好乐了 你要留神 如果说没有这句话 这个官司没事 宋三爷不会出事 倒霉倒霉捧这句话 为什么 因为 他要不知道怎么都行 说这没事 随便折腾 上堂一耍一闹 连屏风前面 屏风后 哎 这是个疯子 大家走吧 就因为他潜意识里面 就知道屏风后边有一个难缠的人 所以说他加了小心 这一加了小心 就容易被人看出破绽来 这就跟演员一样 演员上场演出啊 说底下都是观众 他可能特别放得开 说底下坐着四个像是老前辈 他看着 就是王先生也在 李先生也在 我太怕了 他可能不能够这么自主的表演 那除了当初高雄培范振玉先生 台上演出 台下坐着马三立马 先生俩人都不害怕 俩人近视眼 瞧不见 俩人对俩人对着都看不见 这台下瞧不见 但今天戴宗这一句话可就害了宋三爷 这里边说来 带人犯 走 来起来呀 愣往堂上这 拉着走 不让你一步一步来 这使人戴宗朋友知道 怎么呢 首先说宋江是眼口出来的 一上堂他知道规矩 一见老爷在身世一礼 我错了又改了 那就完了 让伙计们这拉着他 啊 步履亮下 像个疯子的样 来在了堂上一抬脚 照着后腰 啪就一脚 摆松踢着 三爷没站上 光鸡爬去了 倒在地上 你让心里明白 哎呦我兄弟真疼我 为什么呢 上了堂了 他跟这孩儿待了好几十年了 啊 不自觉的就会流露出一些个宫门的理态 光鸡一脚踢在那儿 你再想起起来了 啊 就是躺在那儿 张嘴骂街拿手一支九江湖 我的儿 九江湖脸都红了 疯子 那 跟谁说 跟两边差人 疯子 啊 干嘛 我就是难看 啊 你想啊 这个身份 坐在这儿 让人上马街 难看 啊 这个 你叫 宋江吗 啊 你怎么回事 啊 一直 哈哈 我要吃人呐 嗯 我要吃人呐 我吃人 我要雪兰 寻江江口 把这话筛儿得对上 九江湖点点头 啊 就是这么回事 啊 这个这个要吃人 然后 呃 寻江江都在哄了 是不是 好了好了好了 把他 带下去 大吃 说了声 带下去 带走这儿 一挥手 伙计们抄起来 胳膊肘底下这儿一使劲 把三爷搭起来 往下就走 还差几步到堂口 如果说出了堂口了 这事就拉倒了 为什么 官不毁盼 这官说了 你没事放了 放了就放了 没有说来回拉车去了 放了回来 放了回来 知道吗 知道吗 官不毁盼哪 差两步就出了大堂了 屏风后指条出来了 知道吗 上下不乏不一 这一句话你就看着黄文明是真的坏 怎么呢 一般人瞧不出来 这人一上来啊 糊涂糊涂裹上来 光一脚踢在那儿 啊 赶紧走的时候 您知道三爷那个心态呢 叫归心四肩呢 我可走了 两边架着他 他自己走得不顺了 而且连带中的大伙子 赶紧走 啊 黄文明看着 不对 这人上来走 我脚底没什么厉害 为什么下堂的时候 他走得这么急 上下堂不乏不一致 带回来 久将苦拍拙了 回来 啊 连宋三爷的代宗 这心灯一下的 坏了 怎么呢 让人看出破绽来了 二返头藏 又弄回来 又忘了一吹 啊 就江湖瞧了瞧 哎呀 心说你光让我带回来怎么省呢 啊 回过头 他可瞧不见有屏风 回过头 有 又打号板 过来孩子 家里的小书童 脱了一盖碗 打开盖碗 里面有一条 拿这条 九江湖差点没吐了 怎么呢 条写着 一碗饭 一碗粪 准备一碗米饭 一碗大粪 那意思是让他吃 看他吃哪个 要不说飞天大烙 这黄蚊饼是坏 外号叫黄蜂册 这个主意一般人想不出来 去江湖看看这个 行吧 来人呢 航班过来了一个 老爷去 准备一碗饭 一碗粪 两碗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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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粪 我去 一碗大米饭 一碗 大米粪 大米粪 去吧 这儿出去了 出去了之后呢 俩伙子就干这件事 这个 这 你来哪个 你来哪个 我来难弄的吧 好吗 我来花钱的 你来不花钱的 这这这这这 这样死 咱们怎么啦 你你朵 société 米饭的发钱 那个不用话钱啊 我来得不花钱的 不是我先当你去吧 别买这套 咱们俩一块儿吧 这儿出来 这锅就是饭铺 人家在那儿 熏蒸米饭 去拿碗 快一碗 衙门用 说什么 衙门用 好吧 再拿一碗 再来一碗米饭 再来空碗 这干嘛 你们那茅房子 后院了 带路 掌柜的领着 在后院 厕所 把这碗子给掌柜 快来 喝完 衙门用 掌柜这气 衙门怎么 逮什么用什么呀 你赶紧赶紧赶紧 啊 行嘞 快点 一碗 拿这俩火机 端一碗 等着一会儿 用完还给你 不要了 来在这中堂上 往上举 要给老爷的搁桌子 混蛋 拿去 搁着他根茄 搁着根茄 啊 放根茄了 就这样不看了 吃吧 我看你吃哪个 堂上所有人都杀了 这房太孙了 啊 你说你吃哪个 吃那黄的 你吃不要去 啊 你吃这白的呢 人就说你是假的 装缝 三爷也急了 啊 一伸手 砰 这两碗都抄去了 往地上 啪 一摔 您琢磨呀 米饭还行 那一摔 啪 蹦的满柱都是 啊 九江府本身就有洁癖 啪 啪 哎呦我的个天呐 公子哥没瘦了 一摇这袖子 呜 低头他这吐 他们这几个伙子就过来 呦老老老 您没事吧 连用这会儿 跟我宋三爷一起伸手 抓了一把饭团 在手里面 米饭团 拿着手 在后边 又站了一下 一糊了这份 手上的都是 捧起来往嘴边放 把这米饭团就搁在嘴里边 闭上嘴角啊 啊 可是您瞧连手上的都是 两个旁边这些人都挑大魔 这是个英雄啊 没人看见 三爷这戏法变得太好了 九江府中 突完一擦子 一看他脚 哎哟 哎哟喂 心灯肚子都要吐出来了 连连拍桌子 把他给我带你家 哄他走 快点快点 把这都这是个疯子 两旁边的人站起来 哎哟太脏了 往外走 还差一步下堂了 九江府寒 倒回来 怎么呢 纸条过来 一行字 眼神闪烁 重行逼问 往下架着要走 要低着头走就走了 三爷这眼梢啊 扫了一眼屏风 就这一眼 让黄冰看见了 啊 不对 吃大份 这个我佩服他 把他最后这一眼 眼为心中之苗 这个疯子跟好人眼神不一样 他看了这么一眼 这个眼里边 说明了他满腹的仇恨 他不认识我 但是他恨平方后面人 这是假的 找回来 啊 有打藏口这啊 戴松啊 心都快碎了 您琢磨 一般人受不了这 好几番都完事了 又找回来 饭都吃 还要吃什么呀 这是 啊 倒回来 回来之后 往这 眼球将服一拍车子 操守问 是两儿不招来呀 家棍子 家棍子 荒郎郎 家棍 都这么粗的木 这么长 把犯人夹起来 放上衣柜 这个迎面骨子 正好是 垫着家棍子 上下弄好 拿撬棍子一撬 同住的金刚铁打子 罗汉你也受不了啊 啊 有人这 撕着头发 有人磊着肩板 有人摁着脚 有人在两边弄敲棍 把刑具靠好了 大人拿手一指 宋三爷跟着还乐乐儿啊 惨张气的 冲你是我爸爸这就得打你啊 哈哈哈哈哈哈 嗯 来给我收 说一声收两旁边一十斤 咔嚓 宋三爷真受不了了 你想 他是个文弱的书生啊 他哪受到这个 浑身骨筋都酥了 哎呀 我 好 糟糟糟 咱们下回就再说